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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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三点钟也到了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 强哥好主意 强哥你今天做那个白斩鸡 是啊 吃鸡鸡 就是广东最厉害的 广东人吃鸡 最重要的 今天我想做的白斩鸡 是非常之简单 很容易做的一种鸡 其中一种 它有 葱头鸡 就是干葱头鸡 葱头鸡 还有一个是 沙姜鸡 有很多 鸡肥鸡 就是 鸡肥鸡 沙姜鸡 白斩鸡 水鸡鸡 今天我做的其中一种 是简单的 比较容易做的 比较容易做的 OK 比较容易做的 鸡肉是比较QQ的 有弹性的 但是我们新加坡都已经烧好了 才进到我们新加坡这边 所以我手煮的 一就是没味道 一就是 没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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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木薯 番薯 也没有那个口感 也没有那个口感 真的是 特糟糕 但是我们鸡 鸡 鸡 鸡一只 对不对 是三把鸡来的 这就是三把鸡来的 这就不用怎么按摩的了 煮在里面的肺 那些血 那些白斑 干成血 那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在煮基本上 我们要 要 要做一碗水 因为一碗水比较大一点也不重要 那我们塗两斤大叶下去 两斤 两斤 你叫有些 味道 哇 其他有些味道 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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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酒大概五十克左右 接着是鱼露 鱼露大概都是五十克左右 鱼露 接着是姜 姜片 有几块姜片 当然是冲 冲下去可以绑死它 放下去就可以 不可以绑呢 不可以绑它就会散 对 就是要等到水滚的时候 才下这些东西 对吗 对 水滚了 你要多少啊 酵酒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水 我们做差不多12KL的水 12KL 那你家里没有那么大 你可以用矮的一个碗 就是说五六KL的水 就是这样都可以的 但是呢 你就要开少少火 但是我们做呢 因为有鸡 下去 我就是会关火的 就是要让它浸熟的 为什么呢 如果鸡露 你可以煮它 第一 它的鸡味会出来 第二 它的鸡露 不要那么滑 所以在家里 所以我告诉你 就是说 水一定要 越多油 不要太少水 不然你要开火煲它 如果以我这张水来说 这只鸡 大概是1.3KL左右 是1.3KL 是1.3KL 1.3KL 我大概要浸 大概是20分钟左右 18分钟到20分钟 如果你在家里 如果少水的话 是不是要浸25分钟 25分钟就一定熟了 如果在家里这样算 那我这里主要是20分钟左右 这个鸡 这个鸡 那我们的东西都落了 就是落了去 是不是 那我们先放下去 这样就是鸡 我们三起三落 为什么三起三落 因为它里面 它里面 它的鸡籠 鸡籠里面 它的水是冷的 里面的鸡 即是鸡肚里面 即是鸡肚里面 是冷的 所以我们要 让它 冷水出来 接着给它 如果鸡皮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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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很完整 很漂亮 那我们 就像邓小平那样 三起三落 然后鸡头放下去 这样 让里面 鸡肚的水 全部溢出来 接着我们再放下去 这样就放下去了 中规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们的水 你们的水 在家里面 有这么大的窩 非常简单 水不要太少 一定要多一点 可以震到这只鸡就对了 对 鸡不是来滚熟 是震熟 我们的鸡是来震熟 震熟 震熟 尽量没有明火去煲它 否则 不够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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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尾都会散发出来 就是不开火 对吗 对对对对 熄了火 现在熄了火 给它浸 大概20分钟左右 好 强哥 你要震 要煮什么 做什么呢 OK 我教大家做一个汁 汁我们今天没有用 炸鸡肉 是用姜溶 那些 我觉得有很多小孩 又不吃 不吃那些姜 姜 那些东西 我就想和大家教另外一个汁 蒜头 小小小小干葱 小小小干葱 原材 小小小智天椒 是不是 接着呢 小小沙姜 沙姜 我们不要全部放掉 这里 这里有很多的了 大家不喜欢这些汁 又或者喜欢姜蓉 姜蓉更加容易做 拍烂的姜 切葱花 是不是 然后爆爆姜 是不是 接着 然后抖起 放葱花 然后加些油 自己放点盐就可以了 姜哥 在你们做这个 姜蓉这个 真的 我觉得 这个就比较本地 这个很好吃 你们配饭的好吃 真的可以学上来 这块东西 那我们浸鸡的时候 我们浸鸡 之余 我们浸鸡 在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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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浸鸡 一大量的冰水 放在这里 鸡 一浸鸡 马上浸鸡 在浸鸡 在浸鸡 为什么呢 因为浸鸡 在浸鸡 浸鸡 它的皮 爽脆 不会油泥 现在 先把葱 加少许鸡 放入 少许鸡 爆爆干葱 和麦莎姜 就可以了 蒜蓉就不需要爆 这个是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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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蘸鸡 爆爆干葱 除了姜蓉之外 你可以做这个就可以了 少许沙姜 沙姜 大概一汤匙左右 因为沙姜 它的味道也挺重的 沙姜 我切掉了 蒜蓉就不用爆了 蒜蓉 一爆了 它没有蒜香的味道 这个蒜蓉 其实这个蒜蓉 这个蒜蓉 是适合 我们这边的人 这个蒜蓉 这个蒜蓉 沙姜味很重 一匙 这个蒜蓉香味 对 很重的味道 是很香 好 好 再放生抽 生抽 生抽 这样滚了就可以了 这样蒜蓉 我们不用爆了 蒜蓉 直接放下去 放下去 怎么做 原茜也是 原茜也是 放在一起 然后把蒜蓉 放上来 among the蒜蓉 然后放上去 放入少許老抽 然后等它煮滚了 放进来 然后现在把这些酱 放入少許麻油 然后再煮出醋 这些醋料已经煮出来了 如果在家裡浸雞 如果不夠水 你如果說不夠 轉一下它 轉一下它會比較雲層一點 如果我這桶水大 我就不知道 這桶水 我夠水 我就不知道 怎樣去轉它 去動它 不是說白斬雞就這樣用 就是用一勺水浸熟它 一海濕熟 又沒有什麼雞味 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有文化存在 就是有一個特點在做的 所以都說炒點東西 個個都會炒的 但問題是炒出來好不好吃 這個是重點 每一個東西都要講它的過程 跟它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你們煮出來的效果才會好 好 等我來了 你不要講了 OK 好 OK 雞眼 雞眼 我們要浸 差不多了 是不是 差不多了 是不是 我們從這個腿那裡 看不到啊 應該要拿上來 你要拿上來給自己 嗯 那個什麼 嗯 拿過來抓一抓 它要不要 不用 我們從腿那裡插進去 看它有沒有血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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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血水出來 就證明這隻雞熟了 大概這個 在家裡浸一下 起碼要22分鐘到25分鐘 那我們這盆水很大 我們20分鐘就熟了 嗯 夠不夠薑蓉 可以啊 薑蓉都可以啊 麥斬雞就是怎樣薑蓉的 我今天做這個 比較本地式的 但是雞呢 就現在浸熟了 我現在放進冰水裡 大家看得到 先浸一下冰水 先浸一下 這裡就行 這裡就行 插進去 如果它沒有血水上來 因為這隻雞熟了 OK 你不需要 對不對 好像我們呢 就捏這裡 雞腳這裡 那你們是明顯的 這裡 不是吧 不是吧 這些比較專業 所以你們用筷子插進去 如果它熟了 它就沒有血水出來 不喜歡的 如果它還要煮出來 浸久一點 浸完冰水 它才會 掛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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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斬雞頭 那斬雞呢 其實有很多種斬法 那天我斬的炸雞 又不同斬法 是不是 今天我又 又不同斬法 今天我斬普通 香港傳統的斬雞法 首先 我學香港傳統的斬雞法 你們就可以看龍哥 如何斬雞 對吧 先斬兩邊的雞翼 OK 雞翼 先斬雞翼 斬雞翼 再斬哪裏 那個雞腿 先圈出來 斬完兩個雞翼 再斬兩個雞腿 先斬兩個雞腿 先圈了雞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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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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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中間 一塊魚 再斬 OK 然後呢 一塊魚 再裏面 我們不用一刀下 我們可以從屁股那裏 這樣 慢慢 斬下去 這樣 斬下去 可以的 不用一刀斬下去 我們就可以 你們不行的 然後呢 我們老式的就是要斬 斬 先把雞腿出來 啊 對了 這個放在邊 放在邊 對 這個兩邊有 有些人煮這個白斬雞 都會看到那個雪 是不是 他煮的不夠 不夠雪 香港人呢 浸雞就一定要浸 一點點的血 對了 不看到的血 它不夠滑 你明白嗎 但是 我們現在在新加坡 這邊的地方 他們是 看到 那個血 害怕了 好壞的 這隻雞 香港很傳統的斬雞 我們在這邊 看到水 我就覺得 沒胃口了 是嗎 我很怕看到那些東西 血淋淋的 這樣也不是的 跟著呢 就是雞胸 那以前呢 我看到客人都是每次到大學 哎 小姐你的雞 雞胸的話 我們把這塊筆拿出來 所以每個客人都說 你的雞肉還有雪 這些雞 有雞肉 我們都不會的了 強哥我要講 因為有些客人就是問我一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看到雪 你的雞不熟呢 大家的文化不一樣 哦 現在太大塊了 我們很容易 所以有本地人吃雞 鑽在裡面看到 血馬蛋 就是又退回給你 又說雞骨 又說還沒熟 這樣就很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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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醃出來的 還有醃出來的 那我們就介紹了一塊月式的酸脆魚 好了 那我們進去吃雞 我們喝水 自己的結作可以嗎 明天如果大家想要看酸脆魚 今天當然看了 破了一一零海 之後我都會放幾年麻油 可以放些麻油 我都會放幾年麻油 有姐妹今天都加入了 送一隻過來 好啊 很容易做 對 Jennifer 重點是 雞口就用普通的沙發雞 沙發雞如果我在宜保吃過 那些是很韌的 那些是蒸 或者是燜 斬雞就會比較 我怕它不慘 它咬你一口 然後咬他一口 咬你一口 你咬他一口 然後咬他一口 那些泰國太瘦了 其實 去哪裏找那麼多山巴雞 這些雞根本是澳洲來的 是不同雞種的 它是有小雞味 和黃色的味 其實應該不是聯邦來的 我問那些雞 我問那些雞 他說那裏有那麼多山巴雞 他說那些是澳洲雞 澳洲入口 我們在聯邦 我們吃了幾次 它很瘦很囤 很有雞味 很多骨很瘦 咬你一口 我也怕怕它很硬 因為它走 它走地 所以 希望買回 你說和山巴雞 雞有一個顏色給你的 這些 肉滑 雞皮又滑 真的 皮爽肉滑 皮爽肉滑 好像阿咪這樣 OK 這樣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OK 好